今天繼續節目時間 繼續有Connita在這裏 上一節我們就說了原來現在連百度 都跟著騰訊主席馬法康美要訓斥員工 似乎大家視為有機會是整改美星的一部份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教員工如何做好工作 當然現在既然整改到美星 我知Connita覺得這些平台經濟股是時候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也和大家循例報一報價 好像剛才提到的百度升1% 騰訊也1%升幅 亞里升2% 變回紅底股 美團跌3% 京東不理不理快走各別發展 不理不理升3% Connita 既然這一節想派貼誌加大家選股 我先和你用技術分析相看 因為其實原來不經不覺 看看版面上那麼多隻的板塊 那麼多隻的股份 很多隻技術上已經看到轉勢即進 跟我們港股即恒指走勢一樣 第一升穿了250天的牛熊分界線 即是入了熊市的位置 第二就是出現了黃金交叉 即是20天線升穿了100天線 兩個都是代表股價走勢 是進入牛市的一個非常利好的訊號 當中包括股份有騰訊 亞里美團百度 京東等等很多隻都出現了 其實如果連技術走勢也走得這麼漂亮 又說整改已經去到尾聲 那麼怎樣選股呢 其實都很重要的 即是技術走勢當然 即是給大家看一個趨勢 但是如果你說技術走勢轉好 你如果基本因素不行的話 這樣都未必可以持續到 所以現在你說既然一方面 你剛才都數得很清楚 那些技術走勢上面是好了 而另一個就是大家關注 過去那段時間整改 令到股價跌了那麼多 整改完之後那些業務發展怎樣呢 那如果你看回現在整改之後的業務呢 雖然都要慢慢看回業績出來 但是起碼就說 接下來的業務增長 開始就變得比較穩定一些 就不要用過去大急增長 或者是那個增長速度很強 這些概念去看了 那所以回到頭 我們一定就看回 究竟它現在跌到的水平 股值是否合理 那如果你說股值合理 或者在業務方面真的比較清晰 也都是接下來在政策方面是正面的 那些股份我覺得可以清先少少 整改來講 其實今年這個板塊都是看好的 因為你如果看回有些股值 去到20倍以下 那其實就很合理 那如果你說要選擇的話 政策上面也都比較偏好一些 我自己偏向就看騰訊行先的 7000 不過你說騰訊你又覺得比較看好些 不過你又說用到市值 用到股值來看 剛才我就在經濟通找回一些數字 其實如果擺表上顯示到 有預測市盈率的股份 就是起碼他們還有錢賺的 那原來騰訊又26倍 那又高過亞利 始終亞利一向都說很便宜很便宜 原來是16倍 那確實是少於騰訊都一折 那為什麼還是騰訊優先呢 其實騰訊他一向來 其實估值上面是高一些的 可能是比較業務上面 我覺得就次市整改之後 他相對是穩定一些 而亞利的股值真的很便宜 那你說是不是不值得吸納呢 如果你從股值看 其實真的都有過吸納價值的 只不過近期他真的升得比較急了 那就是因為現在說螞蟻 根本機構都給他去融資了 那這個會不會也是整改更加近尾聲呢 那如果到時螞蟻真的可以上市 這個會反映出來 可能會帶起壓力 在那個估值上面都會提升到 那但是問題就是 他始終在那個不明朗因素方面 就是螞蟻是否可以做到IPO這個問題 是呀 那我覺得其實也有機會 差在幾時 還有呢 究竟最終他要做這件事 也要看看究竟他在那個業務 或者他現在搞的金融業務方面 對於他在牌照方面 是否要怎樣去限制住 那這些都是小小是不明朗因素 那所以這裏是有小小的折讓了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也都看到 他那個股價呢 他過去都是落後一點 那所以你說如果進取一點的 我從這個角度去看 會不會阿里的範圍比較直播一點 那短線我覺得可以這樣看 但是如果你說螞蟻長線一點 那可能騰訊就比較 就是相對穩定一點 不過整體呢 要留意著 這個板塊呢 都是面對著一個大股東減持的原因 那看看會不會 如果你說市真的這樣升 走勢轉好的 那就算你說大股東要減持 他是不是急於 好像去年那樣急急去套呢 那這個呢 就可能會令到減持那方面 暫時會的壓力舒緩了少少 OK 那幫我們也派了貼士 其實現在方網股 那個西頭特徵好就是了 就是說消息面也好 技術上也好 甚至估值上各方面 都挺遷就的這個板塊 那幫我們選擇了 優先都是考慮騰訊 不過都是那句 看看日制大股東 就是NASPER 會不會持續減持的情況 會怎樣 這個風險也要留意 好 大家唱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了 這節先聊到這麼多 港股5後1號是跌穿了 上午的最低位曾經是打穿2萬1個大關 這裏跌幅去到189點 其後來說又再次是反覆靠穩 最新來說 險守在2萬1千點的大關附近 升到20點 美市階段3點13分 最新步在2萬1千070點的位置 分類指數個別發展 金融指數還升幅到200點過外 總成交超過1265億 恆新科技指數表現 科技來說 暫時偏遠 很明顯就跑輸恆子大盤 跌幅到0.9% 做4452點 跟回一些焦點的股份 移動股份 要望上這隻頂峰集團控股 昨天復牌之後急跌 以前日來說 曾經落到大概1毫2千的水平 當時3號的大陰燭 從1.49的位置 打回到2毫的水平 其實都是低位震盪 雖然說暫時升幅到5.9% 但在低位上反彈上來 那支大陰燭還未填補 最新首發在2毫4.5的位置附近 頂峰集團升幅到9.1% 另外就是再頂一躍 獲得腫瘤電腸治療療法的 大中華區獨家授權 今天一度急升到4.6% 股炸手勢上 今天一開始已經重躍到250天牛熊分界線 近期密密地向上 成交亦有所增加 暫時來說 美市階段 成交股數已經超過昨天全日的成交 亦上超過一個月高位 最新升幅稍微收窄 但仍然急彈到3.3個外 再頂部在36.3個 還有儀卡連升到第5天 今天一口氣再次急升到接近3成 成交有所急增 最新進漲到2.1% 儀卡在部位27.9% 還有就是佐丹奴 佐丹奴發了一型起 估計去年順利按年增長2.6%至4.2% 今天的股價走勢上最多升幅到1.2% 以及突破近期的環區附近 大概1.7至8的水平 日中高位1.92 其後有所回順 最新彈幅到8% 落到1.86的水平 照點板塊 看看太陽能相關股份 AH股齊齊向上揚 關注一下有傳聞消息 近兩天的龜片價格有所企穩 又說光復的組件公司 對於2月份的訂單需求都看好 甚至多間組件公司 開始臨時推出提高產量計劃 增產消息 暫時來說 這班都向上揚 當然不少得 9.68的順利光能 進漲到7% 9.78的位置 還有就是福萊特玻璃 今日就大陽燭升上 暫時都守得住100天線所在 升幅到接近 升幅到1.4% 21.8 距離日中高位也不遠 其而來說 新特能源進漲9.6元 協欣科技彈幅到半成 2.09元 諾陽玻璃進漲到4.7元 內房股 衷敬 再次有傳聞說 一些政策有所鬆綁 根據外電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中央會放寬三條紅線 包括延長達標過度期半年 優質內房不再設定每年債務增長等 暫時來說 華潤置地還是升幅到2.3% 不過升幅有所收窄到 現在都出上影線 進漲到1.8% 當然也是超過一個月高位 暫時以華潤置地方面 38.65元 中海外進漲到1.8% 其餘來說 龍湖集團升幅到8毫子 碧桂園系的碧桂園升幅到8% 雅居樂、萬科升幅到2% 還有玉輝小隻一點的 升幅到4%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再次一會 歡迎收看樓市畜大 我是胡朗軒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重點地產消息事 政府推出的赤柱豪宅地中五折標 現場所見合共收到四份標書 不吸引是包括上個月 以低價投得啟得地的長實獨資入標 另外加碼也是獨資入標 地平位於赤柱環角度 地盤面積超過25萬平方尺 可見樓面48萬平方尺 預期可興建640個單位 屬區內20年來最大型地皮供應 由於上個月推出的啟得地 以低價批出 市場亦將赤柱地皮估值大幅下調 由原先預期過百億 下調之需皆輔62億至67億 每呎樓面地價皆輔12000至近14000 投得項目發展商 需要興建安老院社和相關的泊車設施 馬鞍山有三房單位 轉手虧虧損顧出 海典灣二座高層A室 實用面積671平方尺 三房套開則 單位原先開價1065萬 減價45萬後 以1020萬逆手 合赤價15201萬 按原業主2018年1230萬買入價計算 賬面蝕讓210萬 單位貶值大約1成7 這節請來有Ryan和大家討論市道 Rya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不如跟大家預計一下 今年新一年樓市交投的展望是怎樣 現在重點在看什麼因素 接下來要看環球經濟 加息的力度 我們香港背靠祖國 也要看看國內有什麼新的措施 通關只是一個故事的開端 如果首季交投會暢旺 我覺得不實際 投資者方面都會保持鎮定 起碼現金在手 慢慢看定些 現在暫時市場都是以自主客為主 都要按他們的實際需要 再作出行動 我預期豪宅方面 都需要去到第一季尾 或者第二季初 才會見到一個大小小的轉變 你預計第一季 可能交投都是相對一般 未必太大驚體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離淡消息 存在著大家需要市場去抵禦 其實息口方面 始終仍然在加息通脹 我會這樣說 現在的氣氛是一般的 不過最近都見到一個大約的成交 就在韓文田加多利山城George Mansion 成交都超過2.76億 我覺得客戶對香港的樓市 仍然抱有信心 我另外都發現 在香港有些豪宅 例如九龍站 都有業主 聯名的業主開始除名 相信都是為未來入市作出的安排 好 還要問你 你剛才提到 那些成交量 或者作價客 接下來才會回升 目標看多少 我會這樣看 現在去講 就會比較早了一點 因為有些區份 交投都仍然疏落 但我認為通脹仍然持續 資金稍後都會繼續流入 不動產市場 穩住價格 好 還要問你一些開心的消息 因為通關落實 禮拜日開始 兩地恢復了 其實有沒有都說 開始陸續收到內地客 電話查詢打電話 來問問我想看樓 看豪宅等等 有 其實現在很多客人 實在一直都有 密切聯繫著 用微信等等聯絡著 有些甚至乎兩三年前都在問事 現在開始活躍 他們都會以自住為主 大約查詢多了兩三次 多了兩三次 不過他們都有興趣 查詢多了 但實際上他們又說 約好了看樓沒有 因為他們真的可以親自來香港看樓 他們過了春節假期都會下來 大約是二月中之前 之前都是上網問資料 現在的行為積極了 始終都要等農曆新年過了 因為今年農曆新年是早了 一月份就過新年 等完之後就下來看樓 不過都想問通關消息 公佈了前後之後 有沒有說 其實連業主取貸都不同了 有的 業主都看區份 心態有些都保持冷靜 依舊維持自己原本叫價 以降低了的叫價 不加不減 慢慢等成交 有些發現多了經紀聯絡 又或者多了看樓活動 他們都開始封盤反價 有些擺了這麼久 自己有所考慮 想轉變 就不賣 始終十二月份轉一月份 持貨者的心理影響比較大 因為大家都希望有一個新的景象 買家方面 看樓絕對會積極了 都是自用為主 投資者方面會比較少 因為始終都擔心利率會再上升 是的 都是比較擔心的因素 都是那一句 你剛才一開始跟你說 利率上升的因素 畢竟現在的大環境 就是美國怎麼看都要持續加息 那一部分 好像廖署的官員都說 可能要加息加到5厘 才可以收受控制通脹 多謝Ryan今天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是的 在西貢木棉山路 有個由六間酸屋組成的屋苑 屬於Greenwood Villa 它採取屋苑式的管理 首先它有一個車位 可以提供給業主用 另外它亦有一個屋苑式的泳池 可以給這六間屋的住戶使用 它的管理服務包括清潔泳池 另外它亦有私家路 會有個專人去打理 另外旁邊的花花草草都會去處理一下 另外亦可以保障住戶的安全 這個單位是2,100呎 間隔方面它有三層 總共是三間房 三間房都是套房 雖然開織和一般的村屋差不多 但放盤的設計就非常具有特色 入屋之後 就被深色的原木地板 傢俬所包圍 放壁爐設計 還有各式各樣的畫作 擺設品 都充滿濃厚的東南亞風味 外籍業主參考巴厘島的酒店設計 花費大約五百萬 將物業打造成一間度假屋 單位整體布局和設計 加上青山綠樹環繞都令人感覺放鬆 就像在外地旅行、度假一樣 大廳入了五百尺 放了曲尺布藝梳化 富有空間感的原因之一 是業主選用了半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可以坐在吧桌輕食、喝一杯 廚房內籠大約一百尺 有曲尺廚櫃 還有不少小型家電 廚房整體保養良好 來到花園 無論設計和整體氛圍 都不太像香港 屋苑每一戶 都附設近千尺的花園 面積又大 設計彈性都會高一點 就像這個業主一樣 除了種植外 都在花園間隔了酒吧區 這個戶外酒吧區 無論是夜頭還是夜晚 都富有情調 為了享受大自然的遊行 業主在花園放了圓木餐桌 聽著雀鳥叫 看著開陽的風景進餐 平日都會現行的業主 還放了戶外梳化 讓朋友和家人坐在這裡聚一聚 鋪上人工草皮和草綠山景 互相呼應 感覺舒適 私隱度也高 村屋扶設室內樓梯 可以通往樓上的房間和天台 三間套房分別設於一樓和二樓 來到一樓主要是業主小朋友的寢區 女房的天花設計同樣貫徹東南亞味道 房間面積大約350尺 至終放了雙人床 另一邊有書桌 都有充裕的位置收納衣物 房間有露台 可以更遠望翠綠景致 吐廁空間寬敞 扶設獨立座廁間和企缸 企缸的馬賽克長尊 富有個人特色 如果想看竹本的營寫潮流 請留意今晚九點 財經體育資訊台 日日有樓體 一節的財經消息 政府推出赤柱環角度豪宅地指標 至少收到四份標書 吸引度包括上個月以低價 投得啟德地的長實獨資入標 另外加華也獨資入標 地皮是位於赤柱環角度 屬於傳統豪宅地段 地盆面積超過25萬呎 可見樓面48萬平方呎 預期可興建640個單位 屬於區內20年以來最大型的地皮供應 因為上個月推出的啟德地以低價批出 市場將赤柱地皮的估值 由原先預期過百億元 下調至介乎62億至67億 每呎的樓面地價介乎12,000至接近14,000 有測量師就表示 項目鄰近赤柱的中心區和救物商場 交通亦都比較方便 加上地皮罕有具有吸引力 預期發展商入標反應理想 投得項目的發展商需要興建安路院舍 和相關的泊車設施 人民銀行研究增加綠色債券供應 推動產品創新和跨境交易 探索發行期限更長的綠色債券 解決綠色項目和轉型項目 期限搓配問題 探索境外投資者 以綠色債券作為支援品 進行回購交易 研究推動綠色債券跨境交易 鼓勵境外主體開發 基於我國綠色債券的指數及衍生品 支持境內機構開展國際合作 共同發布中國綠色債券指數 財經消息到你 下午二動追擊和大家討論一種 香港人應該挺熟悉股份 服裝股佐丹奴發營起股價 今早已經裂口高開7% 其後已經看到升勢已經立即擴大 最多是升過一乘二 最高位去到一九毫二這些水平 數回都接近三年的高位 來到下午繼續保持升勢 仍然可以升到超過百分之八 現價做在一八毫六的水平 還有成交方面都配合到 成交額去到三點半鐘左右 都大增到超過二千萬 這隻股份後市怎麼走 我們請了嘉賓一起談 這次有林家琪、KK在這裡 Hello,KK Hello,你好,Crystal 你好,我們先看看整份營起 他都提到 預期去年的順利 就有二億四千萬至二億七千萬 以未按年都增長到兩乘六至四乘二 原來主要是為哪個地區 東南亞和阿拉伯多國的銷售 是這兩個地區的銷售去帶動 並且說成本控制做得好 先問KK 你看這份營起你收不收貨 還有最重要 接下來是否能保持增速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它 之前中期的報告提到 2021年疫情影響銷售 比較基數都低 接下來你看這兩乘六至四乘二的增速 是否真的能維持到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 去年整個年度 甚至乎過去兩年 技術很低 所以發營起應該不意外 甚至乎今年很多公司都會發營起 問題是否可以持續 我覺得以回這段 全年順利 只是初步的估算 它又不是很多項目覆蓋的 但你都比那間項目覆蓋得比較好些 也要比預期中好 而且我們又可以比較一下 它在疫情之前又是怎樣 如果你看回2019年 其實它都大約是兩億三左右 如果你說兩億三左右 比起今次 好像比疫情之前更好些 我覺得這個 都可以幫它加分 即是說它已經率先有低位見反彈 而其次就是看一個原因是什麼 有些是因為之前太差 然後賺回多少錢 就變成了好像有很大的增長 它又說是一些新業務 譬如東南亞或者沙特這些地方 所以只是說前景方面 甚至乎說成本控制 又好像可以憧憬一下 它的業務增長 或者是盈利增長 都可以在未來那方面 給多些看頭 令到市場有多些信心 你剛才提到 整體真是整個業績面 算是收貨 而且也很帥 如果我們看看其餘的其他地區 銷售還能幫不幫手 剛剛都提過 其實東南亞還有澳洲 尤其是你剛剛都提到 一些新興市場 其實都是業務的一個 很重要的推動力 看回它之前的第三季的銷售 貢獻最多就是東南亞和澳洲 這方面的增速也很顯著 增長到超過一倍 唯一兩個差的就是 內地和港澳 都還要跌向下跌 如果是這樣 我們現在經常說通關 複上概念這些 兼且香港和內地 已經真的通關了 你看這兩方面 內地和港澳 可否修復做好些 兼且推動整盤業績 再有一個進一步增長 好些是可以的 因為五個基數都是低 畢竟都有開關 令到整體消費 市場好些 它會有改善 但期望就真的不要太高了 因為就算沒有疫情 你看到港澳地區 甚至乎內地表現 銷售表現都是一般的 這跟品牌有些關係 其實都不流行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想這一個就是 它一個的缺點 反而就是看一些新興市場 甚至乎還有人肯買 收入增長度 那些地方 可能我們這邊不買 去那邊肯買 反而我覺得 留意那邊的新引擎 或者一些營利動力 會比較好些 港澳內地的業務 就不要期望太多了 如果是這樣說 東南亞澳洲 那你覺得值不值得再期望 去提高一線 即是現在說 第三季的增長到1.3倍 那是否真的 接下來這個增長動力 真的還能保持 增長動力 是否能保持 我覺得這個很難猜 真的很難猜 因為東南亞的銷售動力大 但澳洲已經發展了市場 我又不是很熟悉 當地市場 我便知道 其實大家都很慳劍 又不會買什麼 買衣服 都可能是一些特價情況 才去買 那究竟 會不會在那個 無利率方面 可以做得很好呢 甚至乎 盈利可以 用一些銷售方法 就可以增長到 我覺得這個有些保留 不過你說東南亞 甚至乎那些新興市場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些很有潛力 或者消費力的地方 無論對於他們 左單路的品牌價值 甚至乎是那個 價格方面的優勢 其實在那些地方 就會有些增長 我想要看回全年業績先 如果你全年業績 你劃分到 它東南亞哪些地方 可能佔多少 甚至乎他們 預計會開多少分店 用什麼銷售策略 你整盤數是比較明顯的話 我覺得維持到 都仍然有機會 但如果你說 沒有的都是那些 或者是 全部都南亞 就包括了 沒有細分度的話 在這部分 就很難再進一步分析了 始終都要等它披露更多數據 兼且看完整份業績 出到來 見真章的時候的數據 如果我們只看股份 究竟值不值得買呢 因為我們除了看股價方面 看看派息 上半年的派息比率 都1.3倍 主席在中期報告中 都提到 就說會透過派息和回購 就將現金盈餘 回饋回給股東 見到公司 直至9月底 都持有淨現金8億 即是很多錢 我們見到 綜合券商分析 預測股息率都去到6.6 現在股價這樣升 再加上看這個派息 你看看現在值不值得買 吸不吸引 如果真的在上半年 派突了的話 我就有點誇張 應該我們看一隻收息股 就是公司賺多少 你那個很穩定的 payout ratio 派息比率是多少 就會比較實際 所以你說中期業績 即是中期息 再加上全年息 我覺得是有得衷勁 因為畢竟都賺多了錢 如果你用回相類似 賺錢的情況 去比較之前的派息的話 我覺得你收一年息 應該都不差的 即是說增長 但剛才Crystal都反覆地問 可不可以維持到 接下來它都是這麼高的 盈利增長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看回 到時它的表現是怎樣 所以你說純粹去買一隻 買Jordano 去搏它是復蘇的話 你搏一年 我覺得有直搏的 但如果你說穩定的 我打算是持有兩三年 當場持有 我覺得就有些保留 因為這部份 可能是一些短期的派息吸引 而且都會消耗著公司的現金 變相我覺得這些未必是 很實在的收息股 簡單的 是否要問 你剛才提到 一年那些都可取 實質部署現在的價位上 怎樣做好呢 其實價位未必會回得太多 因為你有一個叫派息的預期 我覺得如果真是短線薄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12月當時的高位 大約過百那些位置 可能會調整那些位置 可以薄一薄一下 好 等它回到過百這些水平 再部署 股價上仍然都可以升到 超過百勤之九 這一節談到這麼多 謝謝KK分析 休息一會 來到即使物博的時間 港股來到美市 反覆向下 這一節先和大家跟下 有些什麼股份 創了超過一年的高位 當中有一隻渣打集團 密消息都是留意著 中東最大的阿布澤比第一銀行 放棄收購渣打集團的計劃 渣打隔晚在倫敦那邊的股價 一度急升超過兩成 都帶動港股今日的表現 最新仍然升4% 國外部在六十四個三毫半 還有一隻儀卡 秋星押近兩成四 兩隻教育相關股到婆位 當中東方教育升超過百分之三 至於科賠方面 都升超過百分之八 還有一隻紅果九板 主要做水果銷售 去年九月份才上市 另外今天都除靜 最新來到歪近三點九 升幅都有半成 國外部在三十一個七的位置 和大家再跟進一下 恒指成分股的升跌比例情況 現在跌的股份佔了大概一半 而升金的股份佔了超過四成四 之後再看看做得差的恒指成分股有什麼 還有一隻壓力健康牌 特位4%國外的股壓 某部在六元九號一 都穿了七元的水平 還有一隻美團 排第二圍都跌超過百分之四 即使麥博看到這裏 節目時間了 港股來到美市 都在幾十點的升跌幅度上落 最新跌29點 做在21,022點 各項分類指數兩升兩跌 地產指數又轉升 總成交方面1,393億多 我們都看看最活躍港股當中 現在來說最新造價 排頭為騰訊 升幅收窄到六毫 亞利巴巴繼續升超過百分之一 繼續站穩在一百零一元上 暫時在一百零一個半 美團來到下午 繼續跌超過百分之四 營富基金、衡生中國企業 齊齊都要跌百分之0.1至0.3 看六至十位 麥有邦現在的跌幅 也進一步收窄到不夠百分之一 京東、平保齊齊升超過百分之一 至於比亞迪跌5.4 頂峰集團控股 仍然都是今天可以反彈到超過五成六 做在兩毫四千一的位置 看看其他藍籌股表現 匯控也要看看 我們看看匯控 現在又再升多了些 最新可以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中移動偏遠跌兩毫半指 港交所還有煤氣 升幅就介乎百分之0.2至0.6 找KK出來問問整個大使 KK你好 Hello 你好Crystal 你好 好 看著大使 今天終於來到下午 都是一個比較反覆格局 還要下跌幾十點 你看看今天這個下跌 只是輕輕休息一休息 讓它再升 還是真的這個升勢 暫時開始要慢一點 其實在今天你看到它又高不成又低不走 你沒有看它升穿昨天高位 但它又想試 你看到向下穿一穿 它又會有機會反彈 我想投資者都是觀望的心態會比較明顯 你說在很短線 即恒指走向上還是走向下呢 如果你說看今天走勢 都是先高開後低走 就應該會調整的 我覺得會不會補回昨天遺留的裂口 可能等今晚下飛龍的數據 我想恒指才會有再一個新的方向 可能這個禮拜都升得多了 即要休息一下 但如果你說中線來說 會不會在這段調整之後 會再向上呢 其實機會都真是大 現在恒指說 今年全年 我想很多全球投資者都覺得 中港兩地股市的直播率都是商業偏高 所以我猜這一轉 有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就是二十天線的了 即幾轉都是這樣 能夠守到 都是一個大家很期望 如果你看好的一些買入位置 大約就一萬九千七左右 即是說呢 是有機會會穿一穿兩萬點 而其次呢 就連續兩日 大約都在兩萬一千五這些位置 我覺得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是短期阻力 如果升不穿的話 可能它都會回的 但如果一升穿的話 整個趨勢又再可以挑戰更高的水平 會不會真的拿回大約十二倍 每個恒指一個很長期的平均估值 即是說大約兩萬五 作為一個目標呢 我想年內可以先看著這個位置 即是我們現在就趁它回 暫時看著就 回的時候 就看著二十天線 一萬九千七這些 作過支持位 先 其後再進一步再看高一線 暫時看著就二萬一千五 先破到這個關卡之後再再算 行使來說 最新就欠守著二萬一這些水平 仍然都是要跌四十七點 我們把時間幫一下家庭觀眾 聽聽鄭小姐的電話 鄭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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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郵柱銀行 有五十九個半錢買的 我想看現在要不要買一些 交換一下 五個九號半 或者買又什麼價錢買又怎樣 好啊 其實你這一鑽都 這一鑽都是很久之前買的 但是如果你說 之前在一隻以來 譬如三元四元 三月六四元那些位置都沒有加 我覺得你就不要亂高追著 真是有一個明顯少少的調整 因為剛才都說過 暫時是有機會去回亞天線 如果你說郵柱銀行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它有機會去回大約四個八 就是這一鑽橫區突破之前 這些支持位置大約四個八左右 我覺得你這些位置就很溝通 除非你說再有些進一步的好消息 譬如說行指沒有調整 繼續向上 郵柱銀行如果都是這些價位的話 你就可以加住了 所以整體來說 我都會建議你加住 不過先看住大市 還有郵柱銀行也不怕長渣 因為實際上去年應該整盤數 比其他一些內人股是好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都未到價 它回來的賣入價機會都很高 只是看看哪些位置可以加住 KK都建議加住 不過就等它回回到四個八的時候 如果四個八 這樣拉起它之前的平均價 就拉到它大約五個三毫七這些水平 意味就都去到 就未接近二百五十天才這些所在 由柱銀行來說 今天就仍然去到下午 就跟著大市要回回一些 最新跌一先 就在五個一毫六 聽完梁小姐的電話 梁小姐你好 你好 KK 我想說這條九號 定字3690號 兩隻科技股未買想買 3690你就要怕它在未來三月 因為股東拿了貨 你又不知道大家是沽還是會繼續拿 所以我覺得股價就難定了 沒有高弄低的 我覺得就看價 如果你說在三月之前 兩隻股份我也覺得OK 因為一隻就復常概念股份 你酒店 旅遊 看這隻美團 如果真是有個美價 真是落到一百七十元那些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就以兩個月左右為期限 三月尾之前 我建議你吃糊 因為它走勢不算太差 尤其是剛剛在騰訊隨正員之外 但如果你說穩陣些 什麼都不用理 我覺得這隻網易是好些的 不過近兩天 都有很明顯見頂的跡象 這麼明顯見頂 你要偷再便宜些才可以買 那就大約一百一十八元 一百一十八元 我覺得你下轉駁回八三元左右 但這個就是短炒 如果說八三元都上不回二百五十天線 這條二百五十天線 是不是真的阻力比較大 我又不覺得阻力很大 不過近來可能它由低位升得不少 而且你不像一段時間大家獲利 因為你由低位八十五元數上來 它潛在升幅多 所以我想下轉 多一兩次的遊戲版號審批 甚至乎有些盈利預測的話 股價應該可以重上到那些水平 明白 到時看著一百三十元這些水平 看看我們恆指去到收市競價時段 要跌45點 做在二萬一千零七點這個位置 謝謝KK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收市打檢月 謝謝 ция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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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